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玫瑰的故事吻戏太多被潮 刘亦菲 林更新36岁演学生 最近的热播剧中玫瑰的故事热度算是杠杠的 刘亦菲 霍建华 林更新等人主演 《一女大四男》的配置也相当有吸引力 刘亦菲阔别电视剧圈多年 扛剧能力仍旧很强 该剧对于一书的原著作品有着大刀阔斧的改动 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 然而 和剧作的内容相比 刘亦菲的穿搭和剧中的吻戏到视频上热搜 五集换了32套造型 两集吻了15次 玫瑰的故事吻戏太多等词条也是上了热搜 女主也就刘亦菲了 但出现在她生命中的还有四个男人 第一位是庄国栋 这也是黄一枚初恋时的男人 女主刚刚步入职场 和霸道总裁相遇 两人就如同台词中说的那样干柴烈火 各种花式的亲吻充满了屏幕 在房间里 在电梯里 堪称是教科书式的 短短两集的时间 就亲吻了15次 网友还调侃说不拿观众当外人 这也并不奇怪 当初在宣发路透的时候 剧方也是大力宣传两人的吻戏的 她们也是本剧中CP感最强的一对 有人觉得很美很冲动 但也有人嗤之以鼻 展现女性的爱情故事有很多种方式 不一定非要用吻戏球体现 尤其是中年偶像 现在反反复复看 感觉有个一次两次就行了 多了对于剧情没有帮助 只是导演在炫技或者是满足某类人群的需求 看多了就容易反感例外 这也才刚刚展现了女主的第一段爱情故事 后来 还有何霍建华的 何林更新的 当然了 每个女性在人生中都会遇到好几个男人 在导演的眼中 初恋应该是最难忘的 因此 也用了这么浓烈和夸张的方式来展现 到了后面应该会平淡很多 除了吻戏之外 该剧还有一个争议点 那就是林更新和刘亦菲 36岁出演大学生的问题 刘亦菲少女感十足 比如 刚出场的轮滑秀就仙气飘飘 那一股青春样子还在 不过 已经36岁的她 盲目出演少女 看得多了还是能够看出年龄的痕迹 比如这一组 穿着卡通甜美的着装 还扎着两个马尾 哪怕保养再好 也有点出戏 而林更新就更明显了 前一段时间 林更新和赵丽颖合作了一部 古偶剧与凤行 她出演的并焦美人就有点有黑和魁梧 而这一次 林更新化身成为了大学生 高大哥 还穿着厚厚的校服 两个人在开学校园里相遇的那一段场景 刘亦菲一个眼神就让林更新爱上了她 又是下一段故事的开始 但是仔细看她的脸 36岁出演少男也是为何感十足 看起来并不像是学生校园的相遇 而像一个辅导员和一个体育老师在一起的感觉 还挺好笑的 2. 林更新 方邪文的唯一人选 导演 只有你能骂过他们 在网络上 有人开玩笑的表示 想要吐槽方邪文 先看看林更新的口径够不够 这种幽默的自嘲不仅展现了网友们的智慧 也凸显了林更新在虚拟世界中的巨大影响力 林更新 这位因其幽默和聪慧而备受喜爱的演员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引人注目 她不仅在荧幕上扮演各种角色 还在网络世界中展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 凭借着幽默机智的言词 她成功地在诸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角色方邪文则是由林更新在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扮演 一经播出 该剧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林更新凭借出色的演技 将方邪文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赢得了观众的热爱和认可 由于角色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也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讨论和吐槽 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 林更新并没有退缩 反而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回应 在这一时刻 林更新展现出了自己犀利的口才功夫 她用风趣幽默的言词 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各种质疑和评论 在现实生活中 林更新不仅仅是一名演员 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行家 她那些机制的言词不仅令她摆脱了许多消极评论的困扰 还赢得了更多粉丝的心 每当有人对她对方写 闻这一角色的理解提出质疑时 她总是能够运用剧中的经典台词进行回应 不仅展现了自己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还融入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 这种精准的互动不仅使她在网络上的形象更加生动 更让粉丝感受到她对角色的专业素养 说到电视剧中的演绎 方邪文这一角色可谓是经历了跌宕起伏 从最初的困惑迷茫到后来的成长和自我认知 林更新不仅通过自己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更通过出色的演技将这个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在情感转折和戏剧高潮中的出色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 更是传递出了方邪文内心世界的错综复杂和真挚 但不仅止步于聚集中 林更新在现实生活中也展示出与角色的深刻共鸣 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和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 她进一步加深了对方邪文角色的理解 展示出了自己作为一名演员和公众人物的真诚态度和专业精神 这种与粉丝和观众的互动不仅令她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 更展示了一个真正用心对待角色和工作的演员的风采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正在热播 而林更新的出色表现也成为了众多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她所饰演的方邪文艺角不仅收获了观众的热情喜爱 更获得了导演和制作团队的高度赞誉 导演公开表示 选用林更新出演这一角色 并非仅仅是因为她出色的演艺技巧 更是源自她对角色背后情感的深刻领悟与表现之力 这番赞美不仅是对林更新个人表演才华的认可 更是对她身为一位演员和艺术家的高度肯定 网友们为林更新身上散发出的幽默机制所倾倒 纷纷在社交网络上留下赞许之词 她处理角色方邪文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游刃有余 让人印象深刻 在剧集播出期间 林更新的表演和角色解读成为了网上热议话题 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评论热潮 网友们赞誉她对角色方邪文的理解与表现 一致认为她成功地呈现出了这一角色的内心纠结与独特性 林更新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方式更是备受网友喜爱 她以幽默风趣的回应和机制应对粉丝观众 不仅有效缓解了任何负面评价 还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喜爱 在网友们挑战她对角色理解的时候 她总能以剧中精彩经典台词或自黑调侃的方式做出巧妙回应 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转发 让人不禁感叹 林更新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个极富魅力与幽默感的艺术家 林更新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色 被受瞩目 她不仅在角色扮演方面被受赞赏 还在对争议的回应上游刃有余 林更新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幽默感与粉丝互动 赢得了众多支持者和关注者 她以巧妙的自嘲和幽默化解负面评论 展现出其幽默风格的魅力 不过 也有一些网友对林更新的言词风格有所担忧 他们担心林更新的幽默风格可能会被误解或者滥用 从而对其职业形象和公众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一些人认为她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负面影响 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她的言词如何被理解以及是否会超出界限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林更新不仅需要展现出色的表演技巧 还需要在言行举止上保持高度的专业性和道德标准 她有能力处理公关危机 如通过提前道歉等方式 巧妙地化解潜在的负面影响 展现出其成熟和职业素养 这种方式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赏 使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倍受称赞 林更新通过与粉丝和观众的互动 展现出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和幽默感 令人印象深刻 她善于利用言词回应争议 通过幽默化解负面评论 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这种互动方式也需要谨慎对待 以免言词过于尖锐或失控 导致不必要的争议和负面影响 因此 在未来的公众形象塑造中 林更新需要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以确保能够保持其职业形象和公众形象的正面形象 在娱乐界和社交媒体上保持长期良好形象 对于她的言词风格和公众形象而言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林更新以她独特的言词风格和幽默感 在社交媒体上树立起了一座耀眼的个人形象 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和支持 通过精湛的表演和与粉丝们的互动 她展现出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公众形象 在娱乐圈中也广受好评 要保持这样的成功和形象 她需要继续保持谨慎和专业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形象管理能力 才能确保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 你看了这一部剧吗 这些肯定的心码